清华招生伴来我家 说想录取我 我妈将我的双胞胎妹妹推了出来 并给我使眼色 让我进屋 她又想顾忌重施 让我将上清华的资格让给方思思 前是我妈一死相逼 我拿刀划伤脸 我以为这样 方思思就不会再打我的主意 没想到她对自己也狠 居然在相同的位置 也划了一刀 重生一世 我要做回我自己 我跟方思思是双胞胎姐妹 长得一模一样 从长相上 连爸妈都分不出我们谁是谁 不过实际上 就连外人也没认错过我们 不是从长相 而是从衣服 我有记忆开始 方思思就穿得像个小公主 我却只能穿亲戚送个旧衣服 我也想当次漂亮的小公主 曾提出想跟她换衣服穿 方思思一脸天真 不要 臭死了 我们出生前后相差 不过几分钟 但命运完全不同 我爸妈迷信 哪怕我们的生辰八字相同 算命的说时辰的气深浅不一样 方思思的命是旺家 旺夫 我想不通 既然她这么旺 为什么不叫方旺旺 就像我叫方凡凡 爸妈说我太平凡 才取了这个名 爸妈说 我比方思思早出生几分钟 抢了她的营养 这才导致她身体娇弱 从小到大 凡事我都要让她方思思 不然就不是好孩子 方思思但凡磕了 碰了 就说我这个姐姐 对她不够上心 她们却忘了 我只比方思思大三分钟 五岁那年 爸妈以城里上学太贵 供不起两个孩子 在城里读书为由 将我送到乡下奶奶家 我开心极了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 跟在方思思身后 做她的保护者 我在乡下十年 父母都没回来看过我 要不是过年 他们打电话来 我都以为自己无父无母 15岁那年 中考成绩下来 爸妈将我接了回去 一到家 我还没去看自己的房间 他们就让我和方思思 交换身份 让她代替我 去我考上的重点高中上学 而我 去她考上的 那所普通高中读书 我好奇 他们不怕换了身份 我将她的命也带得不忘了 爸妈说不怕 我在乡下那几年 沾了祖坟的光 才会学习好 我跟方思思换身份 会让她的学习成绩变好 我呸 这不就是封建迷信 我奶奶都改嫁给陈爷爷十年了 难道我沾了陈家祖坟的光 忘我们方家 我不同意互换身份 我拼命考出来的成绩 凭什么要让给方思思 我爸妈早就猜到我会反抗 我一回去 就被收走了手机 爸爸 妈妈 是我没用 身体太弱 方思思一脸体贴 我没考上重点学校 你们不要为难姐姐啊 前世 我听到他这样说 还以为方思思真的不想顶替我 毕竟我们十年未见 我以为这小牛长大懂事了 我更加坚持和他各上个的学 当场就被我爸妈男女混合双人打 我爸指着趴在地上 没力气起来的我 一脸不屑 哪怕你不去思思考的学校 也上不了重点高中 我的录取通知书 被他们以看看为名要了过去 当着我的面 他把通知书给了方思思 我爸说要是我不同意 就将我赶出去 街上乱得很 就算我被人贩子拐走 也没人管 回来时 奶奶给我的钱 也被我妈一路上 不完全没名要走了 我身无分文 手机也没有 周围的邻居都不认识 前世的我听到这里 怕了 屈服了 我本以为 不管去哪个中学读书 都能考上大学 现实和我想的一样 前世就算我在普通高中三年 也一样能考上 省内最好的大学 拿到三本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方思思红了眼 当天就病倒了 爸妈以死相逼 让我们再换回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 不是他们死 而是用我的命威胁我 是不是很可笑 为了方思思能上我考上的大学 他们居然想要我的命 我迷茫了 我这么努力学习 难道是为了方思思 我以后的人生 难道都是为方思思打拼的 大学毕业后 我要是找到好的工作 好的老公 是不是都要跟方思思交换身份 我得了抑郁症 极度失望之下 我拿刀划伤了脸 我以为这样 方思思就不会再打我的主意 没想到他对自己也很 居然在相同的位置 也划了一刀 父母骂我是败家精 害自己 还害妹妹 他们给方思思请最好的医生 给我只是买了瓶云南白药 方思思却逼着他们 给我同等的医疗待遇 我知道 他怕我们的伤不一样 以后不好 再换回来 我不想再做他的替身 在方思思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 去学校报道那天 我从20层楼跳了下去 死后 我的灵魂居然飘到了空中 我看到奶奶和陈爷 在我去世后 从农村过来 抱着我的骨灰和痛哭流涕 奶奶原本黑白掺杂的头发 一夜之间花白 陈爷爷默默地对着我照片流泪 嘴里念叨着 不应该让我爸妈领我回来 两位老人如此难过 我突然有些后悔自杀 我想跟偏心的父母划清界限 用不着自杀呀 我死了 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 爱我的爷爷 奶奶却悲痛欲绝 只让疼爱我的人心痛 我不就是一个傻叉吗 正这样想 一股推力从我后背传来 一阵头晕后 我听到我妈的声音 方反反 要不是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抢丝丝的营养 她能身体虚弱吗 要不是她体弱 能考不上重点高中 发现自己重生 你会做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既然反抗不了 那我就要尽量为自己争取福利 不需要他们威胁 这一次 我点头同意跟方思思互换身份 去普通高中上学 你同意了 我妈傻傻地看着我 我不同意 你和爸就能让我去上重点高中 她眉毛都快立了起来 那怎么可能 思思才配去上那所学校 前世我听到这句话 差点没崩溃 当时我怒瞪着我妈 大吼 我考的重点高中 我不配上 妈 我也是你们的女儿 能不能分一点点宫廷给我 她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古怪 许久才到 要怪 就怪你的命不好吧 或许 前世我被爸妈含透了心 现在再次听她道说 我不配上重点高中 居然没了反应 我淡淡地说 既然这样 我有什么好争的 我去上那个普通高中 不过我要住校 我爸妈没想到 我会提出来这个要求 方思思在旁边一脸哭笑 问我是不是怪她 我望着她笑 你以后带同学来家玩 碰见我会不会露线 前世我无意中知道 方思思一直对外宣称 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 方思思正住 许久才对我妈说 我想住校就住吧 这样回来 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明白她是不想让我见光 这样就能继续当她的踢罪羊 高三上半学期 上我没多久 我再次成为她的顶罪人 她却不知道 我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前世方思思学校的校草孟成辉 向她告白悲剧 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问题就在于 两人过马路时 一辆车开过 眼看要撞上方思思 孟成辉推开她被车撞飞 醒来后却失明了 她家人不愿意说我父母的赔偿 非要方思思去照顾她 我爸就将我带了过去 说这段时间 可以让我使用方凡凡这个名字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恩赐 仿佛这是个美差 前世和今生还是有些区别的 我想 今生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件事 做回方凡凡 我们一进病房 就看到一个贵妇打扮的中年女人 既然来了 就带她去检查吧 病床上那个眼睛上蒙着白布 长相俊美的少年 一脸无奈 妈 医生说我的眼睛没事 再者 哪有从活人身上取眼角膜的 我迅速扭头看向我爸 眼角膜 陈辉 别以为妈不知道 是这丫头推了你 才有这次的意外 我惊呆了 这和前世的发展不对呀 仔细回想 上一世我照顾孟成辉那段时间 孟夫人没有出现过 怪不得孟成辉对我一直很冷漠 原来是方思思导致她失明的 车祸导致孟成辉脑损伤 淤血压迫失神经 她出现了短暂失明 因为没有出血和任何不适 她就没去做颅脑CT 我照顾孟成辉的第三天 她恢复视力 去眼科检查没问题后 就出院回家了 再次听到她消息 是孟家请陈爷爷来 给孟成辉开炉治疗 陈爷爷是脑科专家 曾经有过多次开炉成功的手术案例 多年前 她其而发生意外去世 陈爷爷大受打击 此去院长职务 回到乡下 做起了赤脚医生 后来她娶了曾是初恋的奶奶 我在乡下那十年 帮陈爷爷说过不少汇款单 都是陈爷爷发表医学论文 获得的奖金 前世 孟家请到她时 已经错过了治疗最好的时机 这一时 我要提前请陈爷爷为孟成辉治疗 借孟家的力 离开那个家 我想孟家一定比我家财大其粗 不然我爸干嘛非让我来伺候人 他不断向孟夫人道歉 坚持让我留下照顾孟成辉 孟成辉寻着我爸声音的方向 将头转过来 叔叔 你带着方凡凡回去吧 我不需要他的照顾 就让凡凡留下来吧 你要真看不到了 就让他当你的眼 孟夫人一听急了 呸 你胡说什么呢 你才看不见呢 你全家都看不见 我爸尴尬地站在一边 他看到我也傻站着 一把将我推到孟成辉的病床前 好在我从小在乡下长大 手脚灵活 没有跌到孟成辉怀里 近距离地接触 我发现他表情有些怪 从最初地抗拒到眉头紧锁 孟成辉开口留下了我 孟夫人跟我爸先后离开 孟夫人离开前 还一脸不悦地叮嘱我 照顾好孟成辉 我将房门关上 转身来到病床前 伸手想摸摸他头上是否有包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你是谁 我偏头看他 这么快就将我认出来了 我学着方思思的样子 笑道 你喜欢的人 孟成辉伸长胳膊 把手机伸到我面前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仔细看了看 扭头对他说 你胳膊挺白的 他扑的一声笑出来 随后板起脸 方凡凡每次见面 都想问我要电话号码 你要是他 这么好的机会能放过 纵使他看不见 我也能感受到孟成辉眼中的戏弄 我把手机伸出来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拨自己的号码 所以你是谁 我看着孟成辉 前世没有这出 难道他也回来了 我快速计算得失 决定还是坦白 我叫方凡凡 也叫方思思 跟你喜欢的那个女孩 不是同一个人 哦 你是方凡凡的第二人格 震脑回路 我差点跟不上 方凡凡和方思思是双胞胎 上高中 以前我一直叫方凡凡 你好 思凡 思凡 这什么鬼名字 我将陈爷爷是脑科专家的事说了出来 问孟成辉要不要做检查 毕竟只有他同意 我才能请陈爷爷来 等孟夫人打听到陈爷爷 再去请就来不及了 孟成辉嘴角微挑 你这么好心 是不是想要什么 那你是要以身相许吗 我立马反击 请陈爷爷来治好他是肯定要的 另外 我是想赚些钱 毕竟 我从家里搬出来 也要钱租房子 孟成辉一阵猛壳 好不容易才止住 你家不像穷人啊 还让我这个受害者给你钱 受害者 我有些疑惑 你不是为了就方思思才受伤的吗 他这样说的 明明是方思思推的我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抓他 我真的是服了 孟成辉是有多喜欢方思思 这都能忍 报警了呀 是你爸妈跪在我病床前一支球 我就说 要是眼睛没事就算了 你爸就说 带他来照顾我 给我当牛当马 还说 我要真瞎了 就捐出方凡凡的眼角膜 我全身像掉进冰库 气得忍不住发抖 我爸妈到底是多恨我 才能说出这种话 喂 你不是说认识脑科专家吗 还不去打电话 孟成辉的质问 将我从怨恨中拉出来 我看着明明担心我 却一副很嚣张的模样的他 起了作弄的心思 我起身往病房外走 路过孟成辉时 拍拍他的肩 少年 等着以身相许吧 我去 你在想什么 听着身后孟成辉 气急败坏的声音 我嘴角上扬 我回去的时候 孟成辉住的VIP病房里 已经多了的男看护 确实应该请一个 毕竟我是女生 总不能扶着孟成辉上厕所 洗澡 除了这些 其余全是我做 包括喂饭 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我左右手同时开动 我不爱吃的红萝卜 青菜 左手统统喂到他嘴边 右手也没咸着 牛肉 鱼片 不停加到我嘴里 孟成辉听到我的吃饭声 就不再让我喂他 你不会是跟我用的一双筷子吧 我将两双筷子饼 同时挨住他的胳膊 你左右手 还能同时使用 他一脸好奇 我加了一根青菜 放在他嘴边 看他吃下 才回答刚才的问题 方思思是用左手吃饭的 他考上的那所中学 有认识他的初中同学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我就学着用左手吃饭了 我要吃牛肉 你别老给我喂红萝卜 孟成辉一脸嫌弃 还有虾仁 给我也加几个 我发现每次谈到这些 他都没有选择出言安慰我 而是转移话题 让我不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过往 饭后 孟成辉当着我的面 给他同学打电话 方凡凡今天去学校吗 挂上电话后 他对着我说 方凡凡今天确实没有去上课 但你怎么证明 方思思的存在 我敢肯定眼前的孟成辉 与我前世认识的那个不太相同 但他可能并不是重生的 毕竟前世 他见过我和方思思在一起 我掏出手机 按下免提拨打电话 方凡凡 你打电话回来做什么 孟成辉怀疑你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 方思思 明明是你推人家挡死的 还跟我说 什么是孟成辉主动救的你 我装作生气的模样 你知道不知道 他把我当成你 不让我吃饭 方凡凡你是猪吗 你不会对他撒娇 说你当时只是太慌了 我怎么知道 你平时是怎么跟他说话的 你要不现在教教我 省得穿帮 你还得过来受苦 方思思那声娇嘀嘀的 灰哥哥 让我全身发麻 说了几句后 我问他办我办得怎么样了 什么假扮 我本来就是方思思 不过你可以啊 装了两年学渣 现在我回到学校 也不费什么劲 挂上电话 四个人的外卖 我吃得很撑 他声音清冷 你刚不是说我不让你吃饭 这两个盒饭都是你的 别呀 我只是随口一说 看到孟成辉嘴角露出了笑容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你答应来照顾我 其实也是想让方思思不好过 对吗 孟成辉思索良久后 开口问 哪怕此时他看不到 我坐在孟成辉对面 正色道 坦白说 我是想来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方思思 嗯 你不喜欢他 我就找脑科专家治好你 看他一脸古怪的表情 我呵呵一笑 你要喜欢他 我治好你 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强敌吗 孟成辉愣了几秒 扑斥一声笑了 方反反 你治好我的眼睛 我保住你的身份 他正色道 我打个响指 成交 孟成辉在陈爷爷的治疗下 很快就恢复了 但还需要再两段时间 孟家对外封锁了孟成辉已复明的消息 孟夫人带我去学校向老师请假 说孟成辉为了救我 导致暂时失明 这段时间我要在孟家照顾他 需要能在家里自己学习 方思思纵时顶替我的身份 上了重点高中 成绩却一直在下游 班主任正在为他的成绩 拖累升学率而苦恼 如今我提出在孟家读书 他当场表态 若我考试成绩太差 今年就不要参加高考 孟夫人提出希望 学校派老师到孟家监考 班主任听到孟成辉也参加考试 点头同意了 孟成辉的爸爸常年不在家 孟夫人是全职太太 心思全扑在儿子身上 当初 他得知儿子失明后 差点疯了 一心想让方思思坐牢 在孟成辉的反对下 孟夫人才提出 让他照顾儿子 我起来 陈爷爷治好孟成辉 孟夫人再见我时 态度有些转变 孟成辉告诉他 我和方思思的事后 孟夫人对我的态度彻底变了 他主动给我爸妈打电话 很有气势地说 孟成辉休养这段时间 让我住在孟家试候他 实际情况是 孟夫人为我们请了个科家教 我也不在藏桌 拿出自己的实力 模拟考试 是由老师带着试卷来的 成绩一出 我和孟成辉 分别占据了班级的前两名 班主任打来电话 让我在孟家好好学习 孟夫人请的家教不错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爸妈电话 让我回家 我现在照顾孟成辉 怎么回去啊 一走不就露线了 我爸在电话里吼道 让思思过去不就完了 你在他们家享福 让你妹妹在那个破学校被人嘲笑 吼声太大 坐在我旁边的孟夫人也听到了 她冲我点点头 我对着话筒说道 好 我明天回去 第二天下午 我回到家 还没坐下 方思思就红了眼 早上吃完早餐 我就被孟夫人拉着去逛街 身上这套运动服 是某大牌的最新款 这是孟夫人问清楚 方思思最喜欢什么牌子后 给我买的 方思思的视线 在我衣服上停留许久 看向我的时候 眼眶更红了 姐姐 你上次给我打电话 说你在学校就是个学渣 却没说你考试的时候 都是全班第一 我望着方思思 只有在爸妈面前 她才叫我姐姐 不然呢 平时一直当学渣 考大学的时候 突飞猛进 吓死一片人 姐姐现在有家教辅导 当然不怕了 可是我方思思话说到一半 就紧紧咬住嘴唇 特别委屈的样子 我爸看不顺眼了 过来就要将我和方思思 拉进她的房间 时间有限 你快将孟家的情况 告诉思思 你就住在家里吧 我躲过我爸的手 直直地看向方思思 别 就当着爸妈的面 我给你说孟家的事 我爸看我正上道 也不再为难我 我们四个人 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我拿出孟夫人 给的日程表弟了过去 上面写着 早上五点起来做早餐 六点叫孟晨辉起床 吃饭 七点开始跟家教上课学习 中午跟保姆一起做饭 方思思看到单子上列的这些 人都傻了 不过他看到我身上的衣服 背得名牌包包 还是咬牙说 要继续跟我换过来 方思思让我回自己的屋 将身上的衣服换下来 他又问了我很多细节问题 还从我手机的照片里 认清了孟家每一个人 方思思觉得没问题了 让我爸送他去孟家 他们走后 我望着我妈 他一脸不耐烦 对我 我实在忍不住问了出来 我妈愣了 开始回忆起来 当初我跟你爸爸知道 怀的是双胞胎 别提多开心了 很快 他脸色一变 可是生产的时候 你死活不愿意出来 导致思思差点就窒息在我肚子里 妈 你讲些道理行吗 我那时是一个胎儿 懂什么 要不是你 思思怎么会身体弱 你当姐姐的 照顾他一下怎么了 前世和我爸妈 成天拿这件事来说 我才一再忍让 我妈的声音越来越大 你没有当妈不知道 有两个孩子的时候 就会心疼那个 体弱的 嘴甜的 我伸出手 在我妈面前晃下 妈 我知道就连手指 都有长短不起 你和爸偏心 我也能理解 我理解不了的是 你们就这么恨我 恨到将我当成 方思思的替身 哪个身份有 好处 他就顶上 他思索一会才到 你爸刚抱起思思 他就笑了 第二天你爸就升职了 我妈看着我 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我坐完月子抱起你 还没等到你笑 就接到家里电话 你外婆不在了 再加上算命的 说你客亲人 但又不能把你扔了 我安静地看着他 内心却想着 如果当年我妈抱起的是方思思 那外婆算她客死 对吗 我和你爸把你送到农村 没想到你这么聪明 考上要重点中学 我妈语气变了 你这种命格 怎么能上重点高中 思思才是飞黄腾达的命格 我曾经以为是自己奶做的不好 现在才知道 无论前世今生 我跟亲生父母都没有缘分 我拉拉身上的衣服 这几个月 我在孟家吃得很好 原本就不合身的衣服 现在已经有点紧绷了 我住校的时候 一日三餐都不敢点肉菜 同学都以为我们家是破落户 我看着我妈 很想笑着跟她说话 眼泪却忍不住往下落 哪怕我告诉他们 你们开有公司 也没有一个人信 毕竟 就算普通家庭的女孩 也不像我这样 穿得像个简破烂的 我妈一脸不屑 要不是你奶奶改嫁 我们也不会送你回去 她却将你养得这么爱计较 奶奶要是不改嫁 是不是还得来城里 给你们当牛当马 我不想再跟我妈争下去 拿着包就往方思思房间走 却被她一把拉住 这才多久没回家 就忘了自己的房间 我推开她的手 走到曾经我住的杂物间 打开门 我指着里面 放满杂物的架子床 看着她 我代替方思思去孟家赎罪 家里连我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方思思顶我的名去孟家 她的房间我不能住 以我妈对方思思的喜欢 是不会让我住在她的房间的 果然 我妈坚持吼着 你全身都是晦气 怎么能住思思的房间 既然这样 我还是不在这个家住了 省得让你们沾了晦气 说吧 我不顾她的阻拦 走出这个令人窒息的房子 回到父母身边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这个家门 没有戴上口罩 没有戴遮住我整个冥眼的帽子 路过小区休闲区时 我走得很慢 还不停地用手抹着眼泪 很快 我被一遛狗的大妈叫住 思思 谁欺负你了 哭成这样 旁边一大爷摇头说我不是方思思 身形不像 大妈不愿意了 这不是思思 是谁 大爷这才说出 刚看到方思思跟我爸出去 我挖了一声哭了出来 我哭着说 我跟方思思是双胞胎姐妹 我小时候被父母送到农村 后来上了高中才被带回来的 爸妈怕我拖累他们 不许我以真面目出现在小区 每次回来 外出 我都要遮住自己的脸 大叔 大妈 你们不要挨我太近 不然会被我带来霉运的 我边哭边说 遛狗的大妈递给我一包纸巾 你爸妈太混账了 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家的孩子 你有什么霉运 我家乐乐可有灵性了 怎么不见他叫 此时 那只名叫乐乐的狗 在我脚边打着转 我再三感谢他们的好意 并说出 希望这件事 不要让我爸妈知道 毕竟我不能跟家里闹得太僵 在场的邻居们点头同意 还有好心人问我要去哪 有地方种梅 我说回学校 再次向他们感谢后 离开了小区 实际我没打算回那所普通高中 既然换回了方凡凡这个身份 我就没想过 再替方思思谋福利 走在天桥上 望着下面的车水马龙 我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我掏出手机 发现是孟臣辉发的短信 上面有酒店地址和房间号 她说我晚上要是没地方去 就在那暂住 孟夫人正监督方思思干活 不方便与我通话 到了酒店房间 看着床上放着两套全新的衣服 上面还有孟夫人亲手写的卡片 我笑了 心里有些暖 第二天下午 我就接到了方思思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大骂我baby 为了骗她去孟家受苦 故意买名牌衣服穿回家 显得我在孟家过得很好似的 我将电话直接挂掉 她再打来 只要还是骂我 我就直接挂断电话 直到方思思电刺打来电话 终于能心平气和跟我说话 我才冷漠开口 你推孟臣辉撞车 我伺候她从失明到康复 现在只让你做些简单的家务 怎么了 方思思崩溃了 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 我没好气的让她小声点 万一被孟家的人知道了怎么办 说完我就挂上电话 将我们的电话录音 在微信上发给了孟夫人 她在微信上跟我讲了方思思思去他们家后 发生的事情 方思思一到孟家 孟夫人就让她将名牌衣服脱了 还甩给她一身脏细细的衣服 让她去除花园里面的草 娇生惯养的方思思 哪会这些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那天才说完会除草 今天就不会了 孟夫人说话很有技巧 方思思一点都没怀疑 我在孟家的生活与我告诉她的不一样 忙完一切 方思思准备和孟夫人等人共进晚餐 就被保母王姨拉住训斥 怎么回了一趟家 规矩都忘了 用人怎么能和主家同桌吃饭 我看着孟夫人发来的消息 想象着方思思当时的表情 都又笑了出来 真以为与我互换身份 这么容易 她顶替我的身份上高中 那时没遇到我初中的同学 再者一般人也不会怀疑 居然有人顶替别人去上高中 这是我爸打来电话 让我去孟家附近 方思思会找个借口出去 与我再换回来 凭什么呀 昨天你们还口口声声说 我在孟家享福 今天就让我再换回来 凭我是你老子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是我爸 又不是天王老子 想什么就是什么 最终我爸承诺 以后不再管我 让我跟方思思换回来 我知道 这只是他骗我的伎俩 但还是装作相信了的样子 去孟家附近 给方思思打电话 让他出来 再次互换身份 我回到孟家时 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欢迎 孟夫人带我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 说这以后就是我的直播间 这是我回家之前 我们商量的结果 如方思思的意 让他来孟家 当他体会到 我在孟家的处境 就会自觉离开 我再次回到孟家 就开始直播 但并不以真面目出镜 孟夫人专门给我 定制了一套哪吒的衣服 将我的头发 也梳成动漫里哪吒的发型 还给我配了个哪吒的面具 我给自己的账号取了个昵称 我是谁 直播间也叫这个名字 孟夫人在几天前 就给亲朋好友通知 家里的孩子要开直播 直播那天 人气很不错 我直播的时间是晚上八点 在线直播出一道 高三的知识与学习方法 由于前世的经历 再加上这世家交给我补习功课 直播时遇到的学习上的难题 都被我轻松解决 除了第一场直播 孟夫人有找来朋友帮我助阵 后面的直播 全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吸引来的粉丝 我收到各种打赏 之后每场直播 也是收益颇风 孟成辉还专门给我定制了 哪吒和敖饼的动漫小人 哪吒和敖饼手里放了一个横幅 第一行写着 专门解答出一道高三学习难题 第二行字就精彩了 洗衣 做饭 上述 摸鱼 水电维修 第三行写着 高考结束后 可以向我咨询 大家好奇的不行 我主动说自己是高三学生 这段时间主要解答出一道高三的问题 也可以顺便温习功课 屏幕上不断弹出不可能 没人相信我是一名高三学生 还有人说我戴着面具 肯定是老师来做直播 就在大家质疑时 我的电话响了 来电显示是方思思 他约我第二天见面 我到学校附近的巷子时 他这么等着我 方思思去普通中学前 就让我妈买了全新的校服 现在他穿着我那件 洗得发白的校服 我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懒得跟他周旋 直接问道 说吧 叫我来有什么事 他一脸可怜 说出来的话却带着得意 网上那个我是谁 其实就是你吧 方反反 我挑眉 直播时特意用了变音软件 还是被认出来了 方思思用手擦拭着眼角 好像在抹泪 你到底想干嘛 不说我走了 我不想看他表演 准备离开 方思思用手拉住我的衣服 看起来很无助 你明明就是学霸 却在学校装学渣 只有我蒙在鼓里 他语速很快 今天老师找我说 有个比赛 赢得一等奖 可以考虑给我保送大学的名额 你替我去 从跟方思思互换身份 进入那个普通高中后 我就在想怎么样换回身份后 让别人发现异常 我选择平时当学渣 考试时做学霸 最初同学和老师以为我作弊 让我连做几套题后 大家才明白了 我就这癖好 没人知道 我实在为现在做准备 从方思思逼我互换身份 照孟成辉开始 他就已经入了我的局 他在重点高中成绩再不好 到普通高中上学 小考还是能达到我们班前20名 我平时大考成绩是全年级第一 方思思做不到 班上的同学和老师 肯定会起疑心 他们以后都是为我证明 身份有利的人证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美目你 方思思摆出一副痛苦的模样 就算父母不关心你 你也有自由 从小到大 他在我面前 都骄傲地像只开平的孔雀 这还是第一次 他这样牺牲细语跟我说话 爸妈一直说我命好 我却不这样觉得 我脸上的高中 还得从你手里抢来 方思思声音再次透露出得意 与他脸上可怜的表情很违和 看着你两次屈辱地跟我互换身份 我很开心 谁让你能在乡下有个愉快的童年 他说完呵呵地吃笑 笑声让我全身瞬间汗毛倒数 上次我以为可以冒充你 在孟家想想服 没想到那么快就被揭穿了身份 我不想再听下去 不耐烦地打断他 你如果只是跟我闲聊 那我就回去了 我说了 你代替我去参加比赛 争取那个保送名额后 你就自由了 方思思瞪着我 只要你帮我得到保送名额 你以后还可以做回你的方反反 而我会一直做我的方思思 你不要想了 这是犯法的 当年我不懂事被爸妈吓住 现在不会了 说完我转身往巷子外走 身后传来方思思自信的声音 你会答应的 回到孟家后 我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孟夫人一脸严肃看着我 你到底是方反反 还是方思思 我愣住 什么情况 孟夫人并没像往常那样 叫我到书房 而是直接在客厅问我 我从孟夫人手机上 看到方思思发来的视频 是刚才我们见面的场景 视频中的他 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方思思发了一大串文字 说从小被我欺负 还说我擅长演戏 他才是真正的方反反 我真为这个妹妹的智商感到担忧 孟晨辉与她是同桌 还分不清楚我们两个谁是谁吗 当我看到孟夫人不悦的神情时 我明白了 方思思只是想恶心我 让我在这家待不下去 这时我爸给孟夫人打来电话 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客厅 孟夫人 你再不让我女儿回来 我明天就去警局 告你诱拐未成年少女 我再也忍不住 对着电话喊 回去 我明天就回去 保姆王一陪我回房间 收拾东西 我发现她手上那个玉镯 跟我妈呀香底那只一模一样 怪不得方思思知道我是 我是谁 第二天是个周六 我从孟家出来 拎着行李箱回家 一进我家所在的小区 就有人拦下我 闺女 你还好吗 我认出是那遛狗的大妈 笑了对她说好 就在我想继续走的时候 她拉住我 你这一脸干家的模样 是想回去跟你的父母打一架 这是那只叫乐乐的小萨摩 站在大妈旁边 眼睛滴溜溜的看着我 都说萨摩天生会笑 看着她雪白的毛 嘴角上钩 我感觉自己被治愈了 一只狗都对我充满善意 我的家人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想到这里 我眼泪忍不住往下落 你这孩子 怎么又哭了 这是受多大委屈 大妈说着 熟练的掏出纸巾 递给我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从第一次跟方思思互换身份说起 一直说到今天我回来 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15岁前我是方凡凡 高中这两年 我是方思思 这段时间我在孟家 又做回了方凡凡 但现在爸妈又要我做方思思 替她考试 我说完 放声痛哭起来 你就是那个 我是谁 直播间的主播 一个中年妇女认出我 我还好奇 怎么有人不知道自己是谁 昨天我跟闺女一起看你直播讲题 你说那是最后一次直播 摘了面具 旁边也有人认出我 让人开了 我哭着点头 方思思跟孟夫人说说我冒充她 我爸还说要是不让我回来 就告孟家诱拐未成年少女 我今天回来是想问问他们 能不能给我调活路 我这么一说 遛狗的大妈和认出我的邻居 都主动要求跟我一起回去 我请各位好心邻居 在我家门口旁边楼梯门后站着 我们说好了 只要家人让我进去 他们就各自回家 门一开 我爸那大嗓门对着我就吼 方凡凡 你不是有本事吗 还回这个家干嘛 我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 窃窃的开口 爸 我这次回来想问问你们 到底怎么样才能给我调活路 只要你同意回去再做思思 给她考出一个保送大学的名额 我就让你进这个家 门 我看着屋内一脸鄙视我的方思思 对我横眉冷对的爸妈 内心暗自高兴 你们越是闹腾 楼梯门后的邻居越是对我同情 我望着他们 努力憋住笑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再可怜些 我现在从孟家出来 去替思思上学 我的学业怎么办 思思还是以方凡凡的身份 去帮你上学 拿到保送名额后 你再回去就好了 爸 你有没有想过 我这样替方思思去拿保送名额 露线后呢 我会有什么下场 花音刚落 我爸就一巴掌抽了过来 我并没有躲 躲开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那 啪 的一声 清脆响亮 要不是你这个客家精 我今天的生意能跑 让你帮下妹妹 那是看得起你 我爸刚说完 就直愣愣看着我后方 我回头 只见躲在楼梯门后的邻居全出来了 各个脸上带着气氛 方思思嗷一嗓子 就跑回了屋 我爸望着那遛狗大妈 弄了半赏才到 秦大姐 您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家有队双胞胎闺女 还让大闺女给小闺女替考 秦阿姨说完 转身拉住我 挖一头 别担心 跟我走 明天我带你去学校说明情况 我爸妈想完 却被别的邻居挡住 不让他们接近我 秦阿姨带我去他家 介绍老伴给我认识 正是那所重点高中的副校长 他一听这情况 马上跟校长打电话沟通这件事 打完电话 他笑着让我放心 明天会带我去学校办相关手续 秦阿姨边帮我收拾客房 让我住下 边问我爱吃什么 我看着两位老人 忍不住对着他们拘了一躬 抱歉 我利用了你们的热心 副校长让秦阿姨拉我起身 两人交换一下眼神 笑着开口 你这孩子要是不说 我们老两口也不会想到那去 前世我无意中知道 秦阿姨的爱人 是重点高中副校长 他喜欢遛狗 喜欢和院子里的人聊天 还很热心 第一次遇到秦阿姨 是我算好他遛狗的时间 故意哭着从他身前走过 我知道方思思平时喜欢往他身边凑 而我从来没以真面目出现过小区 秦阿姨看到我 肯定会以为是方思思 我在哭着将我们是双胞胎的事情说出来 她回去后告诉老伴这件事 副校长第二天上班 肯定会调查 我初中是学霸 考进重点高中后却成学渣 有些人一想 这事就是包不住的 秦阿姨遛狗的时间 我早就算准了 被人认出我就是 我是谁的主播 也不意外 毕竟我的粉丝已经高达几百万 让我没想到的是邻居们的热心 秦阿姨的好心 我本以为秦阿姨带我回家 给副校长说了一下就完了 没想到她还将客房收拾出来让我住 这样的老人让我无言再利用 只能选择向他们说出实情 两位老人听完 笑着说他们能理解我的苦衷 秦阿姨得知我想租房子 让我赞住他们家 副校长跟陈爷爷电话沟通后 在学校家属院帮我找了套房子 她带着我办好入学手续 陈爷爷和奶奶从乡下来与我同住 白天我在学校学习 晚上还是会在家开直播 孟夫人给我做哪吒服 走的时候她让我戴上了 直播的时候我衣就穿着 我很喜欢动画里哪吒说的那句话 我命由我不由天 孟承辉给我定制的哪吒和敖饼的动漫小人 我也一起带了回来 完美演绎了上面写的字 我洗衣 做饭都会开直播 好多人见我手洗衣服 都有些吃惊 之前我妈的真撕裙子 方丝丝的衣服 都是我手洗的 我对着直播镜头露出笑容 还没直播完 我爸就打来电话弄骂 奶奶与他在电话吵了起来 看奶奶气得发狂的样子 我从他手里拿过电话 表示以后不会再在直播中说 任何有关爸妈方丝丝的事 纵使我不说 众人看直播也明白了 我以前在家里过得不好 每次直播下来 看到后台的收益 奶奶都会说这样不好 感觉像是在网络卖艺 我笑着解释 其实我这就是给很多人做网络家教 既可以帮助别人 也有利于自己复习 我没想到会跟方思思 分在一个考场 从考场出来 我一眼看到爸妈 打着伞站在校门口 他们似乎在跟奶奶争执 我连忙小跑过去 想都别想 现在凡凡都考完试了 你们让他回去做什么 奶奶脸色一变 你们不会又想让凡凡 把考的好学校 让给思思吧 妈你看这话说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凡凡的爸妈 让孩子回家住怎么了 高三是这孩子最重要的一年 你们不说接回去 让他好好学习 现在都考完了 让他回去做什么 我妈上前 看着奶奶 语气不善 妈 你讲些道理好吧 凡凡与我们夫妻不亲 都是你跟陈叔挑唆的 我妈的声音尖利 这一嗓子 引得周围的家长 都往这边看 奶奶闻眼脸都气白了 手指着他们直哆嗦 我连忙过去扶住他 转头看向我爸妈 爸妈 当初你们叫我将 重点高中的机会 让给方思思 说奶奶一个乡下女人 没有退休金 供不起我上学 我不愿意再冒充方思思 替她考生学试 你们就不让我回家家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 我爸冲过来就想打我 奶奶急了 想护住我 我伸手接住 我爸挥下来的手 没想到他对着周围的人开口 我这个女儿从小说谎 他才是方思思 当初看他姐姐 考上重点高中 非要冒充去上 他还对着奶奶 嚷着说他被骗了 一口咬定 才从学校出来的方思思 才是我 奶奶被气笑了 你们这对父母偏心 也把我这老婆子 这成傻子 他拉住走过来的方思思 这向周围的人 我老婆子没什么文化 现场有没有老师 当场给这俩孩子 出道难些的题 看他们谁能答出来 方思思脸都白了 奶奶 我今天在家吃坏肚子了 现在肚子疼 周围一片虚声 同时也有人认出我 高喊着 我是谁 我向大家挥手承认自己就是 我是谁 人群中有人嚷道 做题就不用了 后来的女孩 只要说出做糖醋鱼时 怎么去鱼县就行 鱼要不要复炸就行 方思思一个都答不上来 我笑着说出答案 围观的人喊 这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说是我是谁 是方思思 当我们这些粉丝是假的呀 我爸妈气红了脸 拉着方思思就想离开 我拉住方思思的手 他奋力挣扎 我开口喊道 大家可以看看 我和方思思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肤色胖瘦 还是能区分开的 方思思使劲推开我 钻入人群 我看向想过来阻止我 却被众人拦住了爸妈 爸 妈 我跟方思思前后出生 只相差三分钟 为什么 在你们心里 我就是灾星 你就是个扫把星 要不是你 我们这段时间 怎么会被小区的人排金 我爸扯着料子后 奶奶在旁边祈祷 反反五岁时 你们就将他送到乡下 十年间不闻不问 有什么不好的事 就往这丫头身上扣 你们就是这样做父母的 还需要我往他身上泼脏水 自从他去照顾孟晨辉 我公司的订单就一落千丈 我上前看着他 坚定地看着他 爸 我离开家眼爷爷 奶奶住了一年了 你公司的生意就好转了吗 做生意不是赌博 你不踏踏实实经营公司 怎么能让公司走上正轨 人的命运不是靠算出来的 想成绩好 就自己努力去学 想好命就自己去改变 我的话让周围的人纷纷叫好 我爸妈在众人的嘲讽声中 灰溜溜地离开了 奶奶拍拍我的手 说陈爷爷在家做好饭 等我回去 回到家 看到一桌子的菜 我心里暖暖的 我俩是父母缘淡薄 但有疼爱我的奶奶 陈爷爷就够了 前世我就是太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 想得到他们一句夸奖 以为伪戒 自己就能说过善待 却不知一次次地让步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重来一时 既然改变不了父母对我的看法 我何不珍惜疼爱我的陈爷爷 奶奶 这一次来得及 之后那几天 我爸妈带着方思思 三天两头过来看我 他们不但对我和颜月色 对陈爷爷的态度 也发生了转变 奶奶还说 是不是那天在学校门口 我说的话让他们良心发现了 直到高考成绩下来 清华招生办来我家说想录取我 我妈将方思思推出来 并给我使眼色 让我进屋 我真是被他们气笑了 又想来礼带淘江那一套 招生办的人也乐了 烦烦妈是吧 高考在学校门口有人 拍了视频传到网上 我们都看了 知道你有两个女儿 偏心老小 我就是知道错了 才来与我女儿缓和关系的 怎么可能再让妹妹顶替她 我妈说着 还想拉我回房间 让方思思留下 对方直接拦住她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傻子 行 你两个女儿都在 我随便出道题 让他们解来分辨身份 方思思一听就怕了 嘴里说着 不是我要冒充的 直接跑了 我爸手指着我 都是你这个眉心 自从有了你 我们就再没顺心过 够了 奶奶走到我爸面前 你就真这么相信 算命是的话 为什么不算算你的命 于 你刚出生 你爸就出意外去世 所有人都说你客亲 我扔下过你吗 我爸疯狂大吼 不 我不是 奶奶一脸怜悯地望着他 许久才到 你从小被马克星被人欺负 为什么到自己女儿 就能忍心这样对待他 我想起前世 从楼上跳下来 奶奶看到我的骨灰后 似乎也这样说过我爸 望着满脸痛苦的奶奶 我走到我爸面前 爸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将自己的不顺 怪到我头上 既然你正不喜欢我 不如我们断绝妇女关系吧 我从口袋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了过去 这里存着我高考状元 得到的奖金 一共有六十万元 算是买断我们的妇女关系吧 我爸黑着脸 一把将银行卡拿了过去 我把你抚养长大 这是我应得的 休想用这个钱买断关系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 转头看向奶奶 都怪你这个老不死的 当初我就说他不想 你非要留他 让狗吃了他 就不会出这么多事 我心里的闲一下崩了 明明他也是背着客亲的名声 为什么这么仇恨我 我绷紧了身体 对着他一连串的质问 你从小客亲 奶奶也没将你扔了 也没将你喂狗 奶奶为什么改嫁 是因为你跟妈 从来不给他一份生活费 他年龄大了中不了地 你让他一个老太太怎么活 你说抚养我长大 是谁把五岁的我扔到乡下 你不就想着陈爷爷那点退休金吗 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 你会接我回来 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才觉得羞耻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眉心 又拿了那六十万 为什么不愿意与我断绝关系 我爸脸皮在后 在众人眼神的指责下 也哑口无言 我走到陈爷爷和奶奶眼前 拉着他们的手看向我爸 我方凡凡 以后就改名叫方晨星 以前你不管奶奶 以后也不用管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现在对陈爷爷好 那是你现在才知道 他是脑科专家的身份 我劝你别拿陈爷爷的名号做事 不然有你哭过吃 我本以为这副泼辣的样子 会让招生办的人不高兴 没想到他们第二天又来了 说是接我们进京 并且他们还在学校 帮我找到了一套 房租便宜的小两室 方便我和陈爷爷奶奶 一起住来到北京 一切安顿下来 这一天 我们一家三口饭后 走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 看到身后的影子 我不由感慨万分 前世我害怕得不到父母的爱 就老是听他们的话 躲在方思思背后 但其实只有做回自己 才能影响光明 全文完 宝子们 我们明天见哦